辽宁队今天晚上将出战北京队 那么这场比赛辽宁队能不能顺利拿下呢 首先我们看一看各个位置上的队位 北京队目前也是在外援 利夫 我觉得这是北京队目前 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一名席子 利夫确实是进攻范围很大 脚步也非常灵活 他一定会给辽宁队的内线造成一定的威胁 好在明天我们的大前这个位置上并不缺人 老将小区的防守经验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 同时北京队如果是加强利夫进攻的话 我觉得明天还有一名席子可以用 就是刘彦宇 他的脚步跟利夫 以及他的身高去县利夫 何许能起到骑兵的作用 另外两个内线 范子明 李木豪 他们在大海面前从来没得过便宜 如果两支球队点编的话 北京队除了内线 李木豪 范子明 利夫和邱先之外 那么他其他的位置和辽宁队之间 那就不成比例了 后卫线上辽宁队已经是碾压北京队 上场北京队输给了福建队 可以说常规赛 北京队历史上比较吃鲁的一战 但这场比赛不能够作为评价北京队的样本 北京队毕竟还是一只老牌强队 离开了雅尼斯 现在谢礼宾只叫北京队 那个防守还在不在 可能是明天北京队 能不能取得与辽宁队抗衡机会的一个关键 那么辽宁队边呢 除了我们的内线人转球员 相应来讲 有点隐患之外 其他的位置 我觉得还是比北京队厚实的多 辽宁队输取的唯一理由 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权力 状态的奇差 除此之外 人队应该赢北京在十分以上